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梦入神迹 郭家周弘扬 第九十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少林寺俗家第一高手段国超对王超动了杀心 段哥难道你要下暗手 诚客听到段国超最后这句话弯弯的眉毛向上翘起 他本来就面容好看又在国安工作平日里行使职权是高高在上 身上自然带有几分英气和高傲 不过刚才那无意中的翘眉的动作却增添了几分妩媚的味道 就如冰山傲雪化为绕枝红柔 明眼人一下就看得出来 这个乘客对段国超已经生出了情愫 显然是段国超人长得帅气 武功又高 这样的年轻人自然会有女孩子爱 董灵坐在另一边 看到两人交头接耳 却也知趣的不说话 面对乘客的问话 段国超叹了口气 哎 先看看再说吧 随后便缓缓的闭上眼睛 乘客见他这个样子 脸上忧怨的神情一闪而过 段国超虽说是闭目养神 但内心却是心潮起伏 永信方丈严禁少林寺的人和政治挂钩 只搞经济和恋 但是我们少林寺出了很多弟子 都进入了国家部门 有的还进入商界 有的在海外 有的则成了影视大明星 这关系盘横错极 势力牵扯巨大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难免会引起很多人的猜忌 军委的人培养了一个武功高手 又借助劳山道教的威望 开设武馆 分明是想逐渐经营 扩大影响力 实施一个远大的计划 在今后几十年中 好压制我们少林 或者是分庭抗力 这次 我那两个师叔也是蠢 怎么就给人当了枪使 不过我们少林寺的树大 也难免会有枯枝败义 国安这口饭不好吃 我又和领导关系不合 早就想找机会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然后离开重新找份工作 过上安稳的生活 看看这次军委的那个高手 到底潜力如何 在将来对我们少林寺有没有威胁 如果有 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 下点暗手 也可以为师门出点力气 心中做好安排 段国朝便长长的虚了一口气 他号称国家罗汉 少林寺俗家弟子第一高手 是大名鼎鼎 早在没到二十岁时就已成名 后入了国安部门后 又多次执行危险的任务 和很多高手暗中对过 摸练的是愈发厉害 武功绝高 自然不会把王朝放在眼里 王朝虽说是最近打出名头 但是却知是在东南亚的武术界 至于前些时候打死叶玄的事情 段国朝也是知道的 不过这并不能构成他重视的理由 王朝和叶玄在东北的一战 段国朝也有耳闻 听说两人打得都很辛苦 叶玄等于是日本武术界第一高手 一鹤元的小弟子 而段国朝心中的假想敌 就是以一鹤元为对手 怎么会把一个和他徒弟相提并论的人 放在心上呢 所以在飞机上他就下定决心 如果王朝有潜力 那么就在见面的时候施展暗进 伤他一下 使对方从此不能在武功上寸进 这就等于是王朝用鹰爪暗进 捏得功成板神六天后尿血一样 段国朝虽说是进了国安 但是这么多年却没有磨掉他作为武者的一身傲气 所以和国安领导是屡屡顶嘴 很不受喜欢 只不过因为他本领高强 加上身后有师门的关系撑着 所以才一直没把他怎么样 不过上面也是给了他不少小鞋传的 正因如此 段国朝才想离开国安 过些普通人的生活 以他的能力 只要一脱离 肯定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但是国安可不是菜市场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所以段国朝准备这次犯点错误 然后便去找同为少林弟子的几个领导 借助同门的关系 让他们帮助自己 大不了就坐个三五年的牢 出来才三十出头 在牢中也好安心练武 万事不管 于是段国朝将要犯的错误对象指向了王朝 因为他丝毫没有把王朝放在眼里 的确王朝的经历和对手也没有一个能让他放在眼里的理由 事到如今也算走一步算一步了 回过头我们再说王朝 王朝在房间里依旧是心神纷乱 各种念头闪来闪去 对未来的猜测思索还有担心都宛如一块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之上 不过王朝是个心智坚定的人 不像一般的人那样优柔寡断 慢慢理清楚了关系后他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个底线 事到如今也就走一步算一步了 缠绕在我身上的麻烦虽说纷乱 但是我心里却有个底线和原则 只要不突破这个就随他去吧 要是突破了这个 那么有些东西该舍还是要舍的 王朝运转丹田小腹 过胸腔 挤肺部 凭心意 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这口气 仿佛是要把他心中所有的困惑 那些压着的石头全部吐出去一样 一口气吐出竟吹得桌子上的茶杯都飞了起来 光当一声跌落地上摔得粉碎 这一声响又把王朝听得一惊 他看着面前粉碎的白丝茶杯 终于是下定心中的决定 我这一身功夫都是陈姐给的 我的命运也是那一天下雪的早晨扭转的 就算是以后组织上让我对付陈姐 也是万万不能的 国术 国术 心中有国 手中有术 但是这国是千千万万人的国 不是一家一姓一派之骨 想到此处 王朝站起身来 两手五指插开 随后猛的一抖进 双拳五指紧握 爆发出一连串诈鸣 整个房间内顿时是进风乍起 吹得窗户叶子啪啪作响 连整齐的床单都被吹得飞舞起来 就好像是风中的大旗 是烈烈鼓荡 这一抖之近的威猛 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想当年 李书文在室内练功 站在房屋中央身体陡近 紧风鼓荡 是窗户纸 能将窗户纸全部震立 王朝现在的筋骨之强悍 发劲之猛烈 也渐渐了有这位八级大宗师的威风 这一抖之下 王朝似乎觉得 喷喷喷的骨节作响 束缚在自己身上 许许多多的麻烦事情 就都如绳索一般断裂开来 在这一世雄击斗雨的过程中 王朝感觉到自己全身 每一块筋骨 每一块肌肉 包括内脏 全部都连成了一片 成为钢板一样的整体 外面的天色渐渐晚了 夜色笼罩着香港 但是这个城市 却依旧是灯火辉煌 只不过 王朝对窗外的灯火阑珊 却没有一点感觉 放下心中的包袱 王朝一抖劲活动全身 身上的皮毛 逐一如蚝珠刺一样的力气 甚至连脸上下阴 都有了尽力贯通的感觉 王朝知道 这是尽力贯通全身 入化的意境 虽说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化境 但是有了这样的感觉 以后便有了修炼的方向 只要加以时日 武功进入化境 那是迟早之时 有这样的效果 并不只是因为他放开心意之后 一瞬间的灵光顿悟所收到的偶然 而是与他在海底练功数月的积累 是分不开的 虽说刚刚这一抖身 无意之中 让他的脸和下阴两处 有了尽力畅通的感觉 但这只是一时间的偶然领悟 战斗力并没有增加个一点半点的 领悟是一回事 功夫要增长 要上身 还要凭借这个领悟 经过日夜的苦练 全身心的投入 琢磨 才能真正的把灵光一迸发的感觉 变成自己真正拥有的 像电视中所演的一时顿悟 就功力大增 被人打倒了 爬起来又小宇宙爆发 在生活中那是不存在的 王超放开自己的心意 身心开朗舒畅 不禁暗自感叹 驱出繁杂的心意 才能发挥出身体最大的威力 难怪我在新加坡时 就能将暗静和明静的刚柔两道 练到除了脸和下阴以外所有的地方 但是在海底练功那么久 虽说是功力更纯 能打出太极权进中的刚元震荡之力 但始终不能力透全身 不能通神入化 这还是心意有障碍的缘故 想到此处 王超这一夜并没有练功 而是安稳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王超洗漱之后 练了半个小时的功 林雅南就过来了 刚接到的来电 国安的人昨晚上便到了香港 才一早就已经过来了 现在正在部队办公大厅里面等着 杨政委说 有你去接待 哦 我这就过去 王超对这个少林寺俗家第一高手的年轻人 是很是好奇 立刻点点头 走在前面 便来到了部队的接待大厅 一入大厅 王超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两男一女 段国超还是穿着白色的运动服 坐在那里 最是显眼 王超一眼便盯上了这个号称国家罗汉的少林俗家高手 王超的脚步声也引起了段国超的注意 他抬起头一眼看过来 脸上却显露出凝重的神情 王超的身材接近一米八 属于是那种不矮 但也不是很高的类型 虽说他是个练武的高手 但是浑身的肌肉却不像一般拳击手运动员那样 高高鼓起 像一块块铁板似的 乍一看上去 他是属于那种既不胖也不瘦的中等体型 就等于是社会上那种保养的很好的上流社会人士 身上没有啤酒度 也没有夸张的肌肉 给人一种健康向上很有朝气的感觉 但是落在段国超的眼里 王超一步步走来的形象 却是截然不同 在他的眼里 王超的脖子上 手上的皮肤圆润 没有疤痕 白里透红 却带着微微的黑青 就好像是长时间的沐浴阳光 受紫外线照射影响的健康皮肤一样 不过段国超却知道 对方的皮肤内隐藏的黑青色 绝对不是太阳光紫外线能照射出来的黑色素 而是由皮肤内部强大的筋络 练得强壮粗大 坚韧到了极致 使得筋络青黑如铁的颜色 微微显露出来 王超刚一出来 段国超就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烈的压迫感 对方给他的感觉只有四个字 那就是惊悍逼人 没错 就是惊悍逼人的感觉 王超全身的肌肉 筋络血管 骨骼的密度非常之大 虽说没有吓人的肌肉 但是落到真正的高手眼里 却比那种强壮的肌肉 筛式的男人更有压迫感 能给段国超这样的压迫感 并不是说王超身上有传说之中的王八之气 用个最浅显的比喻来说 就是一个普通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太森式的人物 那普通人肯定会感到压迫 段国超受到王超的压迫 一下子站起身来 眼睛立刻锁定了这个身穿中校军服的男人 这人一身的横练功夫已到达极点 金谷之强匪夷所思 居然练到了铁衣罩身的地步 不过显然是外门功夫 传说中的横练功夫 铁不扇 练到最高层次 一发劲 全身的皮肤便会显现出如铁一般的黑青色 那就说明 青筋血管已经炼得非常强大 而且力量均匀 颜色全部盖过了皮肤原有的色泽 一般的铁不扇高手发劲到极点 全身的青筋会像一条条小秋饮那样凸起在皮肤外面 再高层次的高手发力 全身大小青筋都会凸起 就好像是被青色的树藤密密麻麻的缠绕 好似全身都捆绑了密密麻麻的青色鱼网一样 十分恐怖 但是等铁布山炼到了最高层次 尽力便均匀的散步 全身是看不到凸起的青筋 而是和皮肉混合 刚柔并济 一发力 全身皮肤清黑 就好像照了一件铁衣 铁布山之称 便由此而来 要把青筋炼到凸起 全身缠绕 鱼网裹身的地步 就已经是横练功夫到顶尖的高手 如果能练到最后均匀散步 铁衣罩身的地步 那就是大师级别的存在了 这种高手 虽说不能像传说中那样 刀枪不入 但是抗击打的能力 毫无疑问 是非常强悍的 一般人用铁锤棍棒之类的东西 狠狠的敲打 都不见得能伤起对方的皮毛 段国超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他从小便练习少林中的铁布山 铁盘弓 童子弓等等一类的养生 抗击打的功夫 每天被少林寺的师傅 用药水洗练 拍打 按摩 等到了骨骼定型后 才开始练习真正的杀招和高难度的动作 如腾跃 震腿 劈叉 拧脊椎 等等一些容易伤到筋骨的拳架子 看到王超皮肤里面透露出黑青色 段国超立刻就认定 这王超恐怕也是练习这类功夫的高手 其实王超还真没有练过铁布山 但是他的筋骨本来就练得十分强悍 以达到雷音迸发的地步 最后又学了承山明的法门 在海底练功 每天是抱着青拱大球旋转 受到海底暗流拍击全身 以把劲练得刚柔并济 水火同源 也奄奄的有了些铁布山大城的味道 可以这么说 王超现在的筋骨皮毛 已经到了强悍的不可思维之地 跟铁布山最高的功夫 虽说有区别 但是基本上也相差不是很多 功夫到了最高处 都是隐隐约约 有相通的 段国超尽死 心中立刻下定决心 这个人年纪轻轻 才二十来岁 比我小了很多 居然就能给我有压迫之感 武功竟练到这等程度 将来还不知道会怎样 果然是我少林的一个巨大威胁 看来 旁边的乘客 董灵 这一男一女的搭档 身手虽好 但武功连按劲都不到 跟林雅男差不多 自然是看不出王超有什么压迫的气息 所以是用挑衅的眼神 看着走过来的王超 乘客比段国超先站了起来 段哥 这个人好像看着也不是很厉害 西宗平常的 你要动手 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吧 我就来挑衅一下他 说完 便走上前去 来到王超面前伸出手来 就在王超也伸出手 准备握手的时候 乘客却把手向上一台 翻手腕 看手表 免无表情 摆出了一张公式公办的扑克脸 第九十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